一段婚姻如果落到了离婚 但你还想继续 那就一定要学会冷 学会毒 学会管 这三步 这条视频我希望那些还想继续婚姻的人一定要看完 第一学会冷 这个冷是暂时的 也就是让你的焦躁情绪暂时冷冻起来 不要让情绪冲昏你的头脑 让消极情绪继续破坏你们的关系 我知道两个人如果一直矛盾不断 都已经落到了要离婚的地步 一定是很难心平气和的和对方相处 对方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句话都会挑拨你的情绪 但如果你情绪不受控制 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 你又不想离开它 那你接下来一定会后悔 第二个学会毒 这个毒就是独立的意思 不要让它觉得你离不开它 或者离开它你就活不了了 我有很多客户刚来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 他们和老公吵架和老公闹别扭 但是每次吵完之后 都是自己主动去求老公甚至去请求跪舔 这样做会给男人一种感觉 我拿住你了 你离不开我了 所以我想干嘛就干嘛 所以无论我做什么 我都不会有愧疚感 我也不会有敬畏心 我就拿你不当回事 如果你给了男人这种感觉 那你一定没有自我 可是当我的客户们开始堵起来的时候 男人看到他独立的劲儿的时候 反而又被他吸引过来了 第三个学会管 绝对不要放纵不管 管才能让你不离 很多女人觉得他现在虽然在外面玩 但只要玩腻的时候啊 那我就等他等他腻嘛 我不管他 他自然慢慢就回来了 你忽略了人性 也小看了外面的女人 如果你放纵不管 很有可能最后人才两空